下面再说一下套这个黑色的橙皮袋的过程 这个黑色的橙皮袋 这个时间应该在夹杯子盖子的时候 就一块把这个活干了就可以了 然后首先就是要保证 把里边这个助量管拔下来 然后把这个打开 然后注意这几个磁铁 这个地方翻板这个地方有两个 然后这个地方两个 还有这个边上两个 这几个一共是六个磁铁 它的作用就是把这个橙皮袋 吸成一个方口 方便橙子皮往里边落 然后下面开始套袋 套袋子这有一个往外张开的一个板 把这个袋子从那个板后面塞里边 然后从这个 从那个翻顶的这个口上 把袋子从发上来 然后用磁铁把它袋子吸在上面 然后两边用磁铁 也把这个黑色的袋子吸上 然后装完之后的状态就是这样 然后这个袋子是放在这个 长条的黑色层的板后边的 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这个 关上 关上之后把袋子套在这个 杜料嘴的下边 这个杜料嘴的下边 从杜料嘴下边套上 放上之后往它一翻 然后用磁铁吸在这个翻边上面 然后这个时候把那个杜料嘴 那个透明管插上 对 然后基本上状态就是这样的 这样袋子就套完了 这样能保证所有的橙皮都落在袋子里 而且不会把这个墙门弄脏 这样就是杯子盖子 所有的这一套工作墙完成 那么